特斯拉正处于其电池技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堪比其超级工厂时代初期 经过数月的秘密研发和零星性稀透露 特斯拉的铝离子电池和钠离子电池项目 均已进入2026年的量产准备阶段 这标志着特斯拉首次大规模涉足非锂电池领域 其目标是打造更长寿命 维护成本更低的动力解决方案 特别是针对一些更看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而非极致速度的老年用户群体 当前这些电池技术在实验室中的可行性已不再是疑问 事实证明它们是可行的 真正的挑战在于特斯拉将如何选择合适的技术 来应对现实世界中的日常使用需求 铝离子电池能否真正实现其长期宣传的快速循环耐久性 那离子电池又是否能在每年冬季困扰老年驾驶者的严寒环境中保持其性能 此外特斯拉将如何把这些电池组整合到2026年的生产计划中 而不影响弗里蒙特和上海工厂的生产能力 今天的报告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深入分析 请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 我们将向15171名订阅用户提供深度解析 揭示电池供应链内部的技术细节 2026年哪种特斯拉电池技术将在老年友好型电动汽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您考虑到日常出行的各种需求 无论是处理事务就医看病还是周末的短途旅行 特斯拉在2026年推出的铝离子和纳离子电池 正是为了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心 这些新型电池旨在解决传统锂离子电池组在可靠性 寿命和续航稳定性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 从而让老年驾驶者的每一次旅程都更加轻松和可靠 锂离子电池承诺实现极快的充电速度 据称在150千瓦的直流快充设备下 15分钟内即可将电量充至80% 同时具备约4500次充放电循环的预期寿命 这相当于实际行驶约120万公里后才会出现明显的容量衰减 相比之下 纳离子电池技术更侧重于在低温环境下的适应性 在零下15摄氏度时仍能保持90%以上的电池容量 而同等条件下 磷酸铁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仅剩下70%至75% 铝离子电池组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特性 得益于其专有的高导电性铝箔负极和石墨烯增强正极的结合 这显著降低了电池的内部电阻 特斯拉的工程师们正在探索模块化的电池布局方案 这种方案能够灵活的适应不同车型 从城市代步车的30千瓦时小型电池组 到长续航车型的120千瓦时电池模块 而不会显著增加车身重量 这将使得铝离子电池不仅拥有快速充电的能力 还在能量密度方面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预计可达到180-200瓦时每千克 接近目前Model 3和Model Y所使用的标准锂离子电池的水平 钠离子电池的优势则在于其丰富的原材料 钠元素的获取更加容易成本更低 并且对环境的影响远小于孤或锂 其理论能量密度稍低约为160-170瓦时每千克 然而特斯拉的测试结果表明 这种性能上的牺牲换来了在低温环境下的稳定性 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可能达到5000次循环或约130万公里 这与老年用户偏好的在低温下的稳定性能 和更长的使用周期完美契合 特斯拉的测试显示这种权衡是值得的 因为它带来了低温环境下的稳定性能 和更长的日历寿命 可能在经历5000次充放电循环后 才开始出现性能衰退 相当于大约130万公里的行驶里程 这与老年用户的驾驶习惯非常契合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周末的短途旅行或季节性的出行 而不是日常的激烈驾驶和加速 那么在2026款特斯拉Model 2上 铝离子和钠离子电池的实际性能表现究竟如何呢 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基础的化学原理 第二部分则将关注这些电池 在实际驱动车辆时的性能表现 以传闻中的2026款Model 2为例 早期的工程报告显示 其配备的60千码时铝离子电池组重量约为420公斤 略轻于同等容量的铝离子电池组 通常在450至470公斤之间 尽管减重幅度看起来不大 但对于主要在城市和郊区行驶的老年驾驶者来说 更轻的电池质量直接转化为更优的操控性 制动性能和能源效率 尤其是在频繁启停的 拥堵路况中惯性因素比最高速度更为重要 目前根据EPA测试循环估算 Model 2搭载铝离子电池的单次充电续航里程 为320至350公里 虽然略低于高端锂离子电池组 但其超快的充电能力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差距 特斯拉内部人士透露 利用150千瓦的快速充电基础设施 可以在14至16分钟内将电池电量从20%充至80% 这使得5间快速补电或长周末出行 比某些磷酸铁锂电池所需的40至50分钟充电时间更加便捷 对于注重规律作息和尽量减少等待时间的老年群体而言 这将重新定义他们的使用体验 使曾经让他们感到有些畏惧的长途驾驶变得更加轻松可控 相比之下 纳离子电池则提供了另一套不同的权衡方案 其60千瓦时的电池组预计重约460公斤 虽然略重于铝离子电池 但仍然与标准的锂离子电池具有竞争力 其主要的优势在于在零下温度环境下的稳定性 特斯拉的测试数据显示 在-15摄氏度的环境下 纳离子电池可以保持90%至92%的额定容量 而铝离子电池在相同的条件下 只能维持大约85%的容量 在实际应用中 这意味着在冬季搭载纳离子电池的猫豆粮 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85至300公里 而搭载铝离子电池的车型则只有260至270公里 对于北方地区的老年驾驶者来说 这一差异非常重要 能够有效地降低在寒冷冬季通勤时 意外续航骤降的风险成本 考量同样是特斯拉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铝离子电池依赖于高纯度的铝箔和石墨阴级 目前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估计 为每千瓦时130至140美元 纳离子电池则利用储量丰富的纳盐 以及更简化的电池设计 可以将电池组的成本降 低至每千瓦时100至110美元 使其成为注重预算的老年消费者 以及入门级电动汽车的理想选择 如果以每年50万至60万辆的量产目标计算 每千瓦时的成本节约 将转化为数千万美元的生产效率提升 这使得特斯拉能够在不牺牲安全性和质保的前提下 为Model 2设定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此外驾驶体验本身也将呈现出差异 铝离子电池凭借其更轻的重量和更高的功率密度 能够带来更迅猛的加速性能 据内部人士预测 基础版的Model 2从0到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约为6.2秒 纳离子电池由于能量密度稍低 重量稍重 其0到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可能在6.8至7秒之间 但其优势在于更平顺和可控的能量输出 这正是年长的驾驶者所追求的信心和舒适感 特斯拉似乎有意为市场提供双重选择 一种化学体系侧重于动态性能和快速充电 另一种则着重于全气候条件下的可预测性和可靠性 特斯拉2026年推出的铝离子和纳离子电池 将如何改变老年驾驶者的电动汽车市场 在阐明了化学特性和实际性能之后 下一个关键问题是生产的可行性 特斯拉的弗里蒙特和上海工厂 正为2026年多线推进的电池投放计划做准备 目标是年产110万套非锂电池组 其中铝离子电池和纳离子电池各占一半 弗里蒙特工厂将专注于50万套铝离子电池组的生产 其优势在于本地的铝材供应商 以及特斯拉专有的石墨烯正级工艺 与此同时 上海工厂将推进60万套纳离子电池包的生产 这得益于中国丰富的纳岩储备 以及本土的电芯制造技术 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在于电极材料的采购 铝离子电池需要采用高纯度的铝箔 石墨烯粉末和特殊的电解液 目前这些材料的工业化生产规模仍然较小 据报道 特斯拉的工程师正与供应商洽谈多年的长期合同 以确保每年能够交付超过1200吨的高纯度铝材 从而保障弗里蒙特生产线的持续稳定运行 纳离子电池的供应链则相对简单 纳猛 铁的化合物在全球储量丰富 即使在预期的巨大生产规模下 并且价格波动不会太大 关于上市时间 特斯拉内部人士透露将采取分阶段发布的策略 预计在2026年初将在欧洲 北美和东亚等特定市场小批量交付 搭载两种不同化学体系电池的车型 全面上市时间 预计在2026年的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 与特斯拉Model 2的整体市场扩张计划同步进行 分析师预测 基础版Model 2的起售价将在29,900至32,000美元之间 电池的化学体系将对成本和续航 产生轻微的影响 搭载铝离子电池的车型可能存在1500美元的价格溢价 但其快速充电能力可以抵消这部分成本 而搭载纳离子电池组的车型则将定位于入门级市场 强调在冬季的可预测性能 而不是极致的加速表现 此外 非锂化学体系的普及将对原材料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降低对锂和骨的依赖 既能缓解传统锂离子电动汽车的价格压力 又能减轻因锂供应链集中化而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 锂离子电池由于其原料丰富且分布广泛 可以帮助特斯拉突破供应瓶颈的限制 实现更快速的扩张 分析师预计到2028年 非锂电池将占据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 锂和纳资源不仅储量丰富 而且地理分布广泛 这将使特斯拉在未来能够突破产能瓶颈 实现更快速的扩张 而这正是过去制约其他汽车制造商发展的关键因素 分析师预测 到2028年 非锂电池组或将占特斯拉全球电动汽车产量的25%至30% 尤其是在入门级和老年用户市场 最后2026年的产品发布将成为 特斯拉长期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铝离子技术的成功将验证主流电动汽车实现超快速充电的可行性 并可能推动超级充电网络进行升级 以支持200-250千瓦的峰值充电功率 纳离子电池的成功则可能为寒冷气候下的电池可靠性树立新的标杆 有望在亚洲和欧洲掀起纳基电池应用的热潮 对于老年驾驶者而言 这些技术突破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益处 减少续航焦虑 提高中途充电的效率 车辆设计更加注重耐用性而非性能参数 那么哪种化学体系更符合您的驾驶习惯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铝鱼或钠让我们了解您的选择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 我们期待看到您的选择方向 如果您喜欢这篇深度分析 请点击点赞按钮 订阅未来科技并开启通知功能 确保您不会错过特斯拉2026年电池发布 以及其他突破性电动汽车技术的最新动态 您的每一次点击都帮助我们触达 15171名订阅用户 让您更接近来自生产一线的独家洞察